我不是说要咖啡吗 今天咖啡的额度已经用完了 吃橘子吧 补充维C 那我不吃了 那我想吃 你还在想李哲的事啊 你已经尽力了 我知道 以我爸的性格 到死他都不会认一个错的 你可能觉得我没立场 但是我始终觉得 他是你爸爸 现在又得了这样的病 就算过去他错得再离谱 也是时候放下了 我做不到 如果连我都放下了 那李哲岂不是更难过 而且我答应过李哲 一定要帮他完成 李叔叔的心愿 我不想让你 再为这件事情过多地担心 不管他以后跟我说什么 你都有权利知道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其实 我知道 他还想说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 我原来 跟你说过 如果贺语文想回来 你答应我慎重考虑 还是和大学的时候一样 美人舞球 看谁投进得多 至于赌注嘛 如果你赢了 我就彻底从你世界消失 不再打扰你 如果你输了 就让我回方圆 怎么 怕输啊 типа имо 走 刚刚你是故意让我的吧 这下打平了 怎么算 打平算我赢啊 你忘了 我做过的事情不会后悔 但我应该承担的代价 我也不会逃避 我愿意放弃方元的股份 只要能让我回去 怎么 你不会 还想降我的值 捡我的心吧 好歹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你不能太狠了 我觉得不太行 因为你不仅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方元真的需要你 从今天开始 贺宇文正式回归 宇文 有什么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吗 之前的事情我没什么想说的 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很多疑问 但我只想说 从今以后 我会像以前一样 一切以公司的利益出发 我希望你们也是 能和我一起加油 方总 咱贺总都回来了 今天是不是要请我们吃一顿好的呀 今天不行 等会儿我要跟许一人一起出去 改天吧 今天有外出行程吗 我漏了 临时约的 约的谁啊 要我准备什么东西吗 不用 你去了就好 宇文 交给你了 所有人 把我不在的 这段时间里的资料 都整理一下 半个小时之后 进来开会 好的 走